西安一名姓郭的男子由于沉迷赌博 一年来将家中的40万元的财产调进了赌博的黑洞 并将妻子救命的钱也输掉了 最后郭先生将位于西安北郊的旋风小子游戏赌博厅 举报到了辖区内的公安联屋分局红庙泊派出所 不料千年三次举报皆无下文之后 郭先生自身还险遭数名不明身份男子的活埋 此时经媒体曝光以后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 这就是举报人郭先生 被打受伤的他如今暂住在朋友的家里 狗是真胆大了敢举报我们赌过游戏条 敢举报我们的游戏条 胆大死了 那么就在那把我打了一段 举称这件事情发生在7号晚上的8点多 当时郭先生接到了游戏厅经理打来的电话 对方称洪庙泊派出所的郭警官有事让他过去一下 但郭先生赶到后不仅被五名男子暴打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还险遭活埋 当时我掉下去的时候 我感觉上面有土往下扔来 然后就就是在那死活的求饶 就是没没啥就啥都不想就求饶吧 那求着活 最后人家要让我给他们保证来 保证什么 保证以后再不去派出所拘报游戏厅 经过郭先生不断的求饶 这伙人最终将他从坑里拉了出来 旭郭先生称自己从去年开始在这个赌博游戏厅已经输掉了40多万元 前段时间他更是将妻子的手术前等10万块钱也统统输掉了 一气之下他三次向辖区内的洪庙泊派出所举报了这个赌博游戏厅 然而每次举报之后 派出所民警只是对游戏厅进行了例行的检查 之后不到两个小时游戏厅又重新开张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跟着西安市公安局联湖分局的专案组来到这家名为旋风小子的这个游戏厅 我们看到了从门口呢进入一个十多米长的一个长长的通道下到地下室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空间非常大 前面几排呢是我们平时看的很常见的这种小朋友玩的类似于这种游戏机 而后面呢我们看到大概摆了有六到八台这样的大型的这样一个游玩的这样一个老虎机 那现在呢专案组人员正在对现场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勘察 对于我们问到呢举报人举报这里常年在赌博的情况 那么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目前的具体的情况正在调查 这个凯业好像半个月吧是不是半个月 有半个月 凯业有半个月 不到一个月 不过据游戏厅附近的人说这个游戏厅开了有两三年 前面的是明厅 经营的是文化部门贴标的游戏机 而在后面的暗厅里经营的就是完全的非法赌博游戏机 基本上去都是饱满状态 比如说大家下马一般会有多大 他那个一元机的就相当厉害了 一元机的话一分钟能输的话 有的人打三四面 最起码一分钟左右能输一千块左右 应该我们在里面赌博的话 不会被人家公安机构抓住以后发款这些 那你不怕哪一天被抓住 而记者看到游戏厅距离红庙泊派出所仅有五百米的距离 在这次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 当地才出动警力 对这家赌博游戏厅进行了查封 并控制了八名犯罪行业人 另外派出所的一位民警也被隔离审查 目前陕西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已经成立了调查组 我们洪帽派出所接触警民警 存在有比较严重的不作为的行为 如果是涉及到我们的民警 或者我们的其他的工作人员的话 我们是绝不顾惜 坚决予以追究 东方卫视记者马波王征西安报道